在2021年的3月22号 股价一年涨了10倍的大牛股 维亚康姆CBS公司宣布了30亿美元的增发计划 在那之前的一年里 维亚康姆CBS的股价从12美元涨到了近100美元 除了公司本身的原因 这样的涨幅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一个长相枯似运萌棚的韩裔美国人 黄比尔 因为看好维亚康姆CBS公司 比尔持续投入重金买进维亚康姆CBS的股票 没钱买借钱他也要买 结果维亚康姆CBS的股价一路上涨 比尔的家族基金一跃成为了维亚康姆CBS公司的最大机构股东 所以在增发新股时 负责增发的摩根士丹利贴心地为比尔预留了3亿美元的份额 但是到了3月24号 不知为何 比尔竟没有出现在认购股份的名单上 维亚康姆CBS的募集30亿美元计划 因为少了比尔的三个小目标 最终只有26.5亿美元 大股东竟然自己都不认购 消息出来之后 投资者立刻纷纷抛售维亚康姆CBS的股票 当天股价暴跌23% 然而这次暴跌还只是更大的灾难的开始 短短几天之后 比尔旗下15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 也将因此灰飞烟灭 无数华尔街巨头也将被卷入到这场金融风暴当中 大家好 这里是好奇心爆棚的一新博士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创下时尚最大单日亏损的男人 黄比尔 虽然不清楚比尔具体为何没有参与维亚康姆CBS的增发 但人们纷纷猜测 比尔的家族基金八成是出事了 维亚康姆CBS宣布增发当天的凌晨4点多 此时大多数美国人还在睡梦中 中国有关部门的网站上更新了一条内容 公开征求对修改烟草专卖法的意见 之后电子烟可能参照卷烟进行监管 尽管还只是征求意见稿 但还是引发了市场的震动 当天在美股上市的物心科技股价 硬生下跌 接近腰斩 相比一月初刚上市时 更是已经跌去了70% 而物心科技恰好也是比尔的重仓股之一 如果是拿自己的前炒股 顶多是套住了 问题是比尔是借钱炒股 比尔自己的资产大约在150亿美元 在叠加5到6倍的杠杆之后 总投资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 换句话说 比尔找金融机构借了800亿美元来炒股 股票则在金融机构的手中 当股价下跌时 比尔必须及时向金融机构支付费用去弥补损失 否则金融机构就会卖掉这些股票 最初高盛这些金融巨头也不是很愿意搭理比尔 但是随着比尔公司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 他对金融巨头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面对物心科技的腰斩式暴跌 比尔已经顾不得VR.com CBS的三个小目标了 他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150亿的全部身家 此时的局面看起来还能应付 毕竟只是物心科技股价下跌 只要辗转腾挪补上保证金 其他股票还是一片光明 但比尔没想到 他撤回了三个小目标 结果却点燃了灾难的导火索 维亚康姆CBS的股价在3月24号暴跌23%后 第二天又下跌了5.4% 比尔的债主们纷纷打来电话 催他赶紧加钱 可比尔物心科技这边还应付不过来 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无奈之下 比尔把所有的债主都叫到了一起 包括高盛 摩根士丹利 瑞信 野村控股等共同商量对策 这时候 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如果大家同时卖出股票 肯定会引发股价暴跌 大家的亏损也会更加严重 于是瑞信就提议 先不要集中一起卖 以免引发股荒 等市场稳住来 咱们再慢慢卖 问题是大难临头 债主们互相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虽然理论上稳住市场 所有人都能少亏些 但是 谁又能保证队伍里没有叛徒呢 3月26号早上一开盘 高盛抢先出售 开始清算比尔的股票 摩根士丹利迅速跟进 他们清算的股票 不仅是维亚康姆CBS这一支 比尔持有的多支中概股 也遭到血洗 这两家公司合计抛售了 255亿美元的股票 折合人民币1600亿元 正是因为跑得快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避免了重大损失 成功逃过一劫 但是他们的抛售 也导致相关股票价格大幅下跌 行动缓慢的野村公司 预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 而提议大家稳住的瑞幸 亏得最惨 损失高达55亿美元 涉及这次事件的投行 总损失高达50到100亿美元 当天瑞幸股价暴跌14% 野村控股股价暴跌16% 同时这次事件 也引发了内部调查 众多高管被迫离职 而抢跑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股价仅仅是微跌 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至于风暴中心的比尔 则在一夜之间 成为了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在此之前 尽管比尔家族基金的 总投资规模高达150亿美元 但却没有太多人 听说过这个名字 所以在灾难发生后 人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比尔是谁 之所以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比尔的家族基金 并非普通的对冲基金 而是不吸收 外部投资者的家族办公室 不需要向监管机构 披露资产情况 另外比尔还使用了 收益互换这种金融工具 简单来说 就是银行帮比尔买股票 但是由比尔承担收益或损失 比尔自己出一部分钱 再跟高盛这些投行 借一部分钱买股票 但实际上股票是投行买的 如果股价上涨 收益给比尔 如果股价下跌 比尔承受损失 银行就想稳稳地赚个利息 披着这两层外衣 也难怪没人知道比尔是谁 而比尔成功的秘诀 则是杠杆 比尔就开始借钱炒股 在杠杆的助推下 比尔的资产从2亿美元 迅速上升到了150亿美元 面对财富的暴增 比尔非但没有及时收手 反而变得更加贪婪 不断加大杠杆倍数 但是随着杠杆倍数越来越高 危险离它也越来越近 到2021年3月 比尔的杠杆倍数 已经高达5到6倍 这意味着股价20%左右的波动 就会使它150亿资产化为乌有 如果仅仅是一只股票暴跌 还好应付 但是短时间内 各种意外事件集中爆发时 就会导致连锁反应 3月22号开始的一周内 先是电子烟监管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 物心科技股价大跌 然后是维亚康姆 CBS股价腰斩 再加上打击课外培训 对教育类中概股的打击 以及美国通过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引发的恐慌 面对这一连串事件 比尔再也无力回天 只能眼睁睁看着债主们 清掉手中的股票 3月26号当天 在债主们疯狂的抛售下 比尔的基金单日损失 超过100亿美元 成为史上最大单日亏损 在杠杆的加持下 比尔创造了 从2亿暴涨到150亿的神话 但成也杠杆 败也杠杆 他最终遭到杠杆的反噬 一夜之间几乎回到原点 因为使用了高杠杆 比尔以为自己是在投资 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赌博 所以如果说 比尔的惨烈爆仓 能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的话 那么第一条就是真爱生命 远离杠杆 在爆仓这条路上 比尔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有感兴趣的话题 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